嚴害防治法新規定施行後 西燕民眾戒嚴醫院有提升趨勢 依據統計資料顯示 北市112年4月份已有1735人接受戒嚴服務 較去年4月份同期1297人成長約34% 截至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的加熱煙或是其土豪元件 通過中央的健康風險程度的審查 臺北市為了維護國民的健康 我們在去年已經有公佈施行的 臺北市新經驗品管理法治條例 這個條例的第9條的第三項 他就是率全國之先 也就是保護兒童青少年的健康 他在這條規定就明定 任何人不得於距離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基地進階限50公尺以內的區域 販賣供應展示或是廣告加熱式煙瓶 也就是說即使未來通過中央健康風險 評估審查的加熱煙瓶 也不得在臺北市各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基地進階限50公尺以內的區域內 販賣供應展示或廣告 在這邊也呼籲民眾還有過夜者 要遵守臺北市新煙瓶管理的 自治條例及煙害防治法的新規定 在這邊也呼籲說 還有在西醫院的朋友們 及早藉煙守護健康 煙害是全世界會預防糖因的第一名 所以使用煙瓶會導致各種的疾病 包含了心血管疾病 癌症 亂性呼吸道疾病 糖尿病等等 那它主要的這些風險因子事實上是可以預防的 所有的煙瓶都有派見康 所以剛剛副作也提到了 未吸煙者我們請不要吸煙 包含了這個好奇 或者是同臺朋友來吸煙的這個部分 都不要跟著吸煙 那已經吸煙的部分 我們都歡迎來及到戒煙 那衛生局這邊也提供了 350家戒煙的醫事服務機構 包括戒煙的藥物治療 還有衛照資訊 以及免費的這個戒煙專線 還有戒煙班 那歡迎市民朋友這邊多加利用 國泰醫院醫師也分析 許多年輕人喜歡抽電子煙 或是戒煙的人說改抽電子煙 但其實都含有泥骨丁成分 癮君子要了解到 歐盟檢驗發現電子煙含有超過41種有害物質 容易引起肺部發炎 過敏與產生哮喘與心肌梗塞的風險 我們以往對於六七十歲才會發生心血管疾病的 這個光圖已經改變了 大家注意了越來越的年輕化 而且年輕化在抽煙的部分呢 不管是對於心血管疾病或是周邊血管疾病 甚至對於一些性功能的一些障礙的部分呢 其實在抽煙的部分一些凝骨丁跟一些煙派的影響 都會達到有三倍到七倍之多 我們再看下一張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公民健康署在109年的時候 公布了就是我們各個年齡層抽煙的這個比例 大家可以看到在電子煙的比例的部分 像對來檔都會集中在50歲 甚至20到30歲的這個族群裡面 而這20到30歲的族群裡面呢 就是我們現在舊學年齡的這個部分 而舊學年齡的這個部分呢 它常常手上就有一支電子煙 或是手上就有一支加熱煙 而這些情形呢 就容易造成它在之後的一些 真必健康的一些危害 所以說呢 我們去探討說 這個18歲以上電子煙使用的一個分部呢 我們可以發現有沒有下降 其實在107年到109年中間 其實它是有上升的這個情形 而這個上升的情形呢 其中主要幾個原因 一個部分是來自於 大家都在抽煙糖泡起 還有一個部分是 有些煙商他強調說 我抽電子煙我可以戒煙 這件事情其實是不對的 其實在現在的電子煙 或者說呢 在現在的加熱煙裡面 主要還是以煙草 有泥古丁成分為主 所以說呢 戒煙有些人會說 我抽電子煙 我就可以拿到戒煙的效果 其實不然 這個世界衛生組織WQO強調 煙草公司 它要開始在創造新一代的 泥古丁的上映者 運用一些更新的方法 讓年輕人來上映 而這個上映的方式呢 就是採用新型的電子煙跟加熱煙 這是所有煙草公司 要讓我們年輕人能夠對這個 尼古丁上映的一個方法 我們非常感謝這個王鴻威 李明賢 以及蘇培 羅志強 潘懷中 王浩跟吳思政 等這些不分黨派的一員 在110年11月3號通過了台北市新興煙評管制條例 當時中央法令尚未進展在台北市 以這個地方自治的方式來禁止電子煙 但是非常有先見之明的 我們在這個法令上面有禁止到高中值以下 學校50公尺內不得販賣加熱煙這個條例 那麼我是周紀平 我是台北市駕長會堂協會的理事長 那我代表我們全台北市 甚至全台灣的駕長們 我們非常關心有關於電子煙跟加熱煙的禁止條例 希望能夠獲得我們政府單位 加熱煙的繼續的支持 那這些連鎖 台北市的連鎖超商或超市 他們其實都非常的願意參與 我們衛生局的一個定定保護 額哨的公共衛生政策 那我們以現在來看就是說 因為煙草的說法是 跟醫院上說法是七八月 他們就可以開始賣加熱煙了 那也就是說我們還有兩三個月 兩個月的時間要好好的加快漿步 跟所有的一個業者溝通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先釐清的是說 我們台北市高中值以下的280個學校 那這周邊到底有哪一些 是屬於我們的台北市新新煙體自治條例裡頭 所規範的範圍 那我們以這個小學為例 這個小學的旁邊就是連鎖超市 距離其實大概8公尺 我們去漲2級我大概8公尺 周邊有兩個連鎖超市 三個連鎖超商在50公尺放圍之內 所以這個政策的影響真的是相當的大 對額哨的保護是絕對的非常的一個直接的一個 讓各個縣市都可以綁效的一個政策 那如果我們先跟業者溝通 所以我相信很多的業者都會積極的都會願意配合 他們只是不要再販賣煙商對年輕人直接進攻的加熱煙而已 世界衛生組織提出警告 無論是電子煙還是加熱煙都沒有減少臨床疾病的證據 想要擁有健康的生活 最重要且有效的方式就是及早戒除所有形式的煙瓶 並應尋求醫生人員提供的專業戒煙協助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